今日重磅!雪州苏丹殿下今日,严厉警告:"那些无耻的政客,大选要到了,不要炒作种族与宗教课题。 吉隆坡五日训,眼见国内充斥着许多种族与宗教课题,马来统治者担忧政客将会在第十四届大选炒作种族、宗教及其他敏感课题来捞学选票,导致人民被分裂。 雪州苏丹沙拉福丁接受星报访问时说:"我国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,上述行为会破坏国家。 九位马来统治者都关心此问题。 我们每次在马来统治者理事会会前,都有在理事会前会议讨论此事。 马来统治者很担心,太多敏感课题被人炒作来捞取个人利益,而这些课题会在社交媒体迅速散播,继而分裂人民团结。 苏丹沙拉福丁。 苏丹说:"这就是为何当麻坡出现纸线穆斯林洗衣殿时,马来统治者发表联合声明来批评这种歧视做法,以捍卫多元种族社会的和谐。 苏丹沙拉福丁。 对于朕来说,朕要人民能够和平,和谐的生活,不要有敏感课题的争执,请互相尊重 文,M中文网。马上转发